今天上午我是在开放大学礼堂举行2020年度退役士兵欢迎仪式即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表彰仪式 热情迎接退役军人光荣退役归来 并对实名获得最美退役军人称号的退役军人予以表彰 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 全体退役士兵慷慨激昂的宣誓 表示要永保军人本色 发扬奋斗精神 为家乡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随后会上宣布了台湛市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获奖名单 韦歇华 伍叶强 杨黄 于卓飞 张宇 陈来勇 陈欣念 周克斋 孟凡峰 黄世佐等十名获奖者 依次上台领奖 此次表彰的最美退役军人 有抗议先锋 人民公仆 创业代表 还有抗美援朝老兵 他们用实际行动体现着离军不离党 退役不退色的军人品质 展现了退役军人永保本色 勇于奋斗的时代风采 是我是广大退役军人当中的典型代表 在高中毕业之后 我有参军 参军军很光荣 是吧 希望他们就努力努力工作了 好好干下去了 我脱下了军装 换上了警服 变得是身份 但职责和使命并没有变 我将把军队的游战作风带到警队 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活动还为全市各阵阶退役军人党员志愿服务队收齐 同时 2020年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正式开班 将围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能力培训 政策法规解读 教育培训规划等课程进行为期五天的培训 着力提高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及就业率 为退役军人在新的岗位上华丽转身搭建舞台 本台记者黄仲元 陈顺杰